所以我們今天的影片又把它定位成我的自我檢討 我前幾天發了一支影片 但我把它下架了 輔光源在這裡 然後輔光源由上然後往下跳 因為我在一場商業訪談裡面 我覺得我光打得很好 所以我就把一些細節啊 然後把它變成影片 然後跟大家分享 結果很多專業人士啊 在我下面就說 其實我的主燈位置是錯的 然後不只一個人喔 所以其實我還蠻開心的 就是我當我今天發了一個作品之後 人家糾正你 人家幫你把正確的知識跟你說 我覺得讓我能夠有個成長的機會 所以我這支影片打算重拍了 所以把一些正確的知識 以及網友的回饋分享給你們 然後我們獲得一個比較正確的打登的方式 首先是色調的選擇啊 這場商業拍攝啊 它的重點是 公司的高階主管 然後對於公司的整個歷史與發展的保留 所以我詢問過業主說 那你們想要拍High Key還是Low Key 比較亮一點的 還是比較電影的氛圍 那業主說都可以看我 所以我就幫他們調整一個沒有那麼的明亮感 但同時又具有一點點電影的感覺 就是目前畫面呈現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打登有一個最主要的 基本條件你一定要做出來 就是三點步燈 主光源 輔光源 然後以及輪廓光 但是我的鏡位下錯 這也是我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說 以及我要檢討自己的地方 我原本的觀念是 要順著主光源來下鏡位 為什麼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它拍攝出來 這一面會比較亮 眼睛裡面對於燈光的反射會比較少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是這麼下鏡位的 可是很多網友都說 這個是錯的 因為我們要順著輔光源的方向來打燈 因為這樣子才能把它的陰影面 勾得更出來 那我就一直思考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觀念 然後我最後覺得 拍婚禮跟我們拍專業的訪談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的是先保留新人的完整的輪廓 所以我們主鏡位一定順著光 當然我們還是會做輔光源跟輪廓光 可是我不會打到這麼立體 因為婚禮是節奏很快的一個拍攝 我們也沒有時間打出什麼對比輪廓 然後什麼身邊三角形的那種光線 我們根本沒有空 我們架式很快 然後確保最保險的一個燈源 就是直接因著燭光源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變成我自己的一個習慣吧 然後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欸這樣子拍很好看 所以我當下的商業案 我也是這樣子打 那打完之後 欸夥伴還是說 我覺得很好看啊 沒有什麼問題 一樣我反差也是有做出來 可是我為什麼影片想重拍 其實就是我還是想跟大家聊 比較正確的打燈方式啦 那我有去參考了很多 甚至有網友跟我說可以去看影視颶風啊 然後網路上非常多 那確實每一個專業的打燈 確實會逆著阻光源來打燈 讓主體的陰影面會更多 可是我覺得我這個畫面也不差啊 然後我還想要再分享一個我個人的經驗 就是我常常到現場啊 然後助理就開始噢架燈 然後開始一直問我 欸所以燈光要擺哪裡 然後我只會回答 我哪知道啊 燈光不是先打 而是要先確定鏡位 所以我一定會先把我的Acam 先把它擺出來 確定好 然後背景 然後橙色等等都確定好之後呢 我才會架設我的主光源 所以攝影師們 不要再到達拍攝現場的第一件事 就問我燈要擺哪裡好不好 OK 然後我中間有聊到嗎 三點布燈完整布燈好之後 我會習慣在背景 打一個比較有趣的畫面 然後我們通常使用的是這種肥虐的鏡 就是透色鏡 然後跟這種Spa Lite的透色燈 然後來打出後面比較好玩的背景 讓畫面比較不會無聊 不過有一個網友說 欸這個其實也見仁見智 不一定要打 不過還是覺得啊打出來比較好看一點 就包含我後面這盞燈啊 這盞燈 它也是一個讓畫面不要那麼單調 然後還有一個啊就是過線的問題 以前啊有可能會不注意 就是在採訪者左右兩邊都放了一個機子 然後這樣子去拍攝 可是你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過線 所以我現在的拍攝一定是 我今天坐在這裡 攝影機一定是在我左邊或是右邊 我覺得不要過線 在畫面裡面比較不會怪怪的 OK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 方談拍攝要注意哪些東西 第一點先確定好主機位 我們再來打燈 第二點 最好打出三點布燈的標準版 缺一不可 第三點 背景想辦法讓它比較好玩一點 不要那麼單調 不要只是一面牆 我們讓它有點光影的變化 畫面會更突出 第四點不要過線 確保在採訪者的左邊或右邊 然後架在輔光源那一邊 人會比較立體 但我還是覺得 順著輔光源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的 你只要好好的把這上面幾個點弄出來 其實畫面還是很好看啊 OK這樣就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 關於打燈的四個要點 以及我個人能力的自我檢討 我是無印象威斯德 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